所以我们这节课呢 我们可能还是 我想还是稍微再提一下 我们上节课有几个地方 没有讲完的内容 所以下面是正式开始讲 失业 失业这部分因为剩了一点点 我觉得还是稍微提一下 但是我们不会花太多时间 因为我讲的这个后边都很多都是 书上已经有的内容 那么这几条呢 都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工资过高 对吧 所以他的这三条 直接解释的都是工资过高 间接的解释了 为什么有失业 因为如果我们从供求模型来理解 如果你的工资太高 高于了均衡值 那么愿意工作的人就会 多于这个企业雇佣的人 对吧 这样就会带来失业 所以这三条最直接的 都是针对这个工资太高 那这其实也带来的一个困难 就是我怎么去 比如说数据上去识别 这三个原因带来的失业 这个实际上是很困难的 大家想一下 对吧 我可以说最低工资法 工资太高 对吧 我可以计算这个工资 甚至我也可能 能估计这个均衡工资 但是我 如果要证明最低工资法 带来失业 这个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难度的 因为工人失业的原因有很多 对吧 这个工人找不到工作 比如说我们可以直接说 最低工资法不一定带来失业 对吧 就是说你可能 这个人找不到工作以后 他就在家待着 就不去找工作 对吧 所以这样也可能会带来一些 衡量上的错误 包括工会 这个问题就更明显 就是说 这个工会的工资高 但是如果你有时候 非工会的工作 对吧 他的工资会比较低 所以实际上我可以说 一个工人找不到工会的工作 我找一个非工会的工作 这样也很难证明 他就是失业 效率工资实际就更难证明 对吧 比如说我们说 投资银行有效率工资 投资银行为了 促进人努力工作 他设置了个很高的工资 那我们就会不会说 这个工资带来失业呢 其实就不是特别好证明 对吧 可能说我们的同学 如果找不到同样的工作 他可能会去找其他工作 所以这里边确实是有一些 识别上的一些困难 所以在这我们只是找 他这个理论上是成立的 但实证上可能会存在一些 我个人认为 可能不是特别容易去验证 后边这些我就有的稍微提一下 最低工资这个我就不再重复了 这个前面也讲过 画图也很容易证明 他是有失业的 这个工会这个呢 实际上主要是在 大家知道在 像美国是曾经历史上 工会很强的国家 他是会作为一个重要的原因 但是在中国这个原因 其实并不是 大家都知道并不是特别适用 对吧 中国的工会可能很难能发挥这样的作用 就是和企业金谈判 然后把工资定得比较高 这个 所以我们也不准备展开来讲了 这里边有很多的 用经济学原理来进行分析 包括一些集体谈判 通过集体谈判来提高工资 因为如果是个人和企业进行谈判 他缺乏谈判力量 对吧 企业可以随意解雇任何一个 敢于挑战企业的工人 但如果他是 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谈判 那么他的谈判力量比较大 如果企业把所有工人都解雇 他会有非常高的交易成本 去雇用所有的新的工人 所以这样就会带来 对工人有利的条件 但这个有了一条件 有代价 如果你不是工会的成员 你可能会被压低工资 而且工会也有激励说 少雇用人 对吧 因为他只有少雇用人 他才能够 少吸纳人加入工会 他才能够提高工资 但这不能太少 如果太少的话 没有谈判力量 所以这里边有一个权衡 所以现在中国的工会 也是提出来 对吧 要维护工人的利益 可能要在一些外企建立工会 但是总的来说 这方面的作用还是比较小 而且实际上在西方国家 工会的力量也都是下降 因为大家知道 现在是我们叫知识经济也好 或者叫信息时代也好 对吧 很多工作都是 不是像原来大工厂 对吧 很多工作都是个人在家里 就可以完成 或者说 更多靠的是个人的这种服务业 对吧 靠的个人的努力 所以这种情况下 像当年制造业这种大型的工会就很少了 这个大家自己回去看一下 有些我不准备提了 效率工资这个概念是说 因为我们为了让工人更好的工作 或者说我们要招收更有素质的工人 我们企业有激励把工资提高 这里边就涉及到经济学的不对称信息的一些理论 就是因为我们企业没法监督工人 或者说没法知道工人的素质 直接知道 对吧 他就会通过这样一个高工作的方式来 想方设法把好的工人筛选出来 对吧 或者说让工人更努力 所以这个理论本身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理论 某种意上讲 对吧 他认识到了这个信息不对称的一个核心问题 但是刚才我说了 你如果要去验证 由于效率工资带来的失业 觉得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困难 这里边提了三个 四个原因 工人健康流动 工人素质工作努力 工人健康这个比较简单 就是说 让工人吃得饱才能生产 如果你给的工资特别低 他连饭都吃不饱 低于了他生存的底线 那么他实际上没法工作 所以这个时候的生产率是零 所以你一定要给他一个吃得饱的工资 但是这个吃得饱的工资 可能又高于了他 某种程度上高于了他的生产率 或者说某种程度上高于了 他的均衡的工资水平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就支付的工资太高 对吧 就会带来失业 这个可能还有一点道理 比如说一个发展中国家 他建了一个工厂 雇佣了一些工人 给这些工人非常高的工资 但是可能有另外一些工人 也想在这个工资上就业 但是却找不到工作 因为这个工资可能确实是 某种程度上是过高 所以这个是某种程度上 有一定解释力 对吧 所以可能有些发展中国家 一个工厂招工 可能会非常有吸引力 在中国也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第二个原因就是工人流动 就是说为了阻止工人 向其他的岗位流动 我可能需要给他支付一个稍微高一点的工资 这样我就会使得他离开我这个岗位以后 短时间内至少 对吧 他没有办法去到另外一个 跟他相同水平的工资的岗位 对吧 这里边有一个企业的动机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是因为他要培训这些工人 他有带来一个成本 如果说工人接受完了培训 就离开这个企业 对吧 这样企业就亏本了 对吧 所以企业为了 特别是当他培训完了工人以后 他的谈判力量就变弱了 对吧 他这个时候工人如果要走的话 比如说你一个飞行学校 对吧 中国有好多飞行员跳槽的事情 对吧 如果一个飞行学校 比如说 现在很多的飞行学校 都是和航空公司挂钩的 比如说国航说 我出钱 你帮我培训一批飞行员出来 对吧 但是这个飞行学员 在飞行学校毕业以后 说我不去国航了 有一个什么民用航空公司 对我的这个 给的工资很高 我要跳槽去其他的航空公司 这个其实就对你 出钱来培训这个 工人的航空公司不利 对吧 所以这边也有一些 航空公司有一些规定 你多少年之内不能跳槽 或者说即便你要跳槽 给你设置各种的限制 所以这个也是 当然其中的一种限制 就是有可能不是限制 就是我给你一个 比较高的工资 对吧 当然这里边就有很多 即便给很高的工资 可能他仍然能找到 更高的工资 所以这里边总是 存在这样的问题 企业的培训会带来成本 那么即便是对 清华大学来说 其实也有同样的问题 对吧 我们学校老师可能说 我突然提出来要走 对吧 其实对这个 清华的教学会有影响 对吧 可能同学们突然会发现 某一学期课表上 少了一门课 对吧 当然进去原理 从来没有发生过 这样的事情 那就有可能是 对吧 某些老师可能 突然提出来辞职 对吧 这种情况 所以这都是会带来 一些问题 因为我们说是 市场是完美的 但实际上 对吧 比如说我们要把 清华的老师 派到北大去教课 还是有一些差异 对吧 他可能原来 举的例子里 很多都是清华同学 对吧 然后要到北大的 就得换 对吧 原来说清华都比 北大同学强 对吧 到北大讲课 可能就得反着说 然后对吧 就会带来一些 就是说你 任何一个人 在一个工作上 他都有一些 我们称为叫特定的投资 对吧 叫specific investment 就是它是一些 在别的地方 没法用的一些 这种 这种投入 对吧 这都会带来 这样的一些问题 好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 比如说像投行 对吧 他很好能解释 就是说 他要提供一些高工资 是为了有更高素质的人 来找工作 对吧 当然这个提供高工资 不一定能永远都是 最高素质的人来找工作 也有可能素质不太高的人 来找工作 但是反过来说 这不是充分条件 这是必要条件 对吧 如果你只是提供一个低工资 那么这些生产率高的人 都会去其他的行业 所以这里边肯定说 你首先要用一个高工资来信任 其次你还得有 比如说有淘汰制度 对吧 要有一些竞争的制度 这个都是可以补充的 但是第一步是你要有一个高工资 所以你可以看投行设计的工资 都非常的高 对吧 从经济学圆里说 我们可以说 我们为什么花100万雇一个人 不花50万雇两个人呢 对吧 实际 你说从道理上讲 完全可以啊 我付要100万这么高的工资 让大家来抢这个饭碗 我还不如说 你们既然都来抢我这个饭碗 我那就一人给50万呗 对吧 我给我雇两个人 但是其实投资银行并没有这么做 对吧 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 第一我把工资压到50万以后 那来的人可能就 人家有的人就只愿意接受100万的工资 他水平很高 对吧 你这儿不给他100万 他到别的地方 对吧 所以第一个就会带来一个 两个50万的工人 并不相当于一个100万工人的两倍 对吧 可能你找了两个比较笨的人 可能还不抵一个聪明的人 对吧 第二个可能性就是 你给他50万的工资 跟下面的奖内有一定的关系 就是说他可能就不努力工作了 对吧 他觉得50万工作到处都能找 对吧 所以我想这两条 比如说对于像投资银行这样的工作 都是适用的 他既要找高素质的人 其实他也意识到一个高工资 对于他 对于工人努力工作有帮助 其实我们前面也讲过这个道理 如果一个投资银行一个项目 其实就几个人做 对吧 五六个人就可以做一个项目 但这个项目可能非常的大 可能几十亿上百亿的资产 都是在这一个项目里边 进行融资 对吧 一个企业中时又要上市 那绝对都是几十亿的单子 对吧 但是可能底下 你数一下投资银行 能参加这个项目的团队 也就四五个人 对吧 但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 什么律师事务所的一些人 对吧 但是投资银行参加这个核心的这部分人 可能也就几个人 对吧 你说你要给他十万元的工资 他会努力干吗 这不可能 对吧 所以 这个是一个效率工资的概念 所以我刚才还是说 就是说这个东西能不能解释失业 这是另外一把事 你说这个投资银行工资太高 很多人来不了 他就去别的行业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就有一点 不是直接了当的能解释 当然你可以说一个人 他原来在投资银行工作 后来被解雇了 然后他非要找这么高工资的工作 找不到 这个有可能 对吧 就是他高不成低不就 对吧 所以这个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的 所以这里边有可能会有失业 对吧 有可能会有失业 但这个不是 但不是像解释高工资 这么直接了当 就能解释的 那最后一个 我刚才已经大概提了一下 就是说你要有更高的努力 对吧 这里边有一些 可以去 你去仔细分析 就是说你要工人努力 工人首先对努力 有一个选择 他可以偷懒 你怎么样来 让他不偷懒 无非就是两种选择 一个是 惩罚偷懒的人 对吧 就是你无时无刻不去 监督他 装个摄像头 对吧 然后天天看着他 是不是努力工作 这个 过得上 尽管学院这样 对吧 在楼里边装很多那种探测器 保安 巡逻一定要刷一下卡 对吧 也叫刷卡 对吧 看你是不是都走到了 你这个尽管学院 每一个角落 到处都装了这个 刷卡的这种 这是一个办法 但是呢 我们说这个办法 总是有缺陷 就是说因为你 不能工人 每天到晚 你都能抓着他 对吧 这跟小多多东西是一样 小多多东西 不是每次偷东西 都能被抓 他只是有一定的概率被抓 那怎么办呢 那我就要提高 他被抓的惩罚 对吧 我不能说 这被抓了以后 我就只是惩罚他 比如说小多这次 偷了十块钱 我就罚他十块钱 肯定不行 对吧 他可能偷十次 才有一次被抓 所以他每偷一次 他偷十块钱 就得罚他一百块钱 否则他总的来说 利润还是正的 对吧 所以这个行业 还是有人要进入 所以最好的办法 就是你要加倍的惩罚他 那这个逻辑用在这儿来 就是说 你怎么惩罚他 你无非就是 最严厉的惩罚 就是解雇他 对吧 如果一个工人 你发现他偷懒了 你解雇他 但是呢 我们说 你这个解雇 可能惩罚还是力度不够 因为说 如果你是给他一个 竞争性的工资 他被解雇以后 他马上就到另外一个地方 去找到同样的工资的工作 对吧 对他来说 惩罚力度还是太小 对吧 所以我怎么惩罚他呢 我就要给他一个 先给他一个高工资 然后一旦抓着他被 偷懒 我把它从这个高工资上解雇 对吧 所以这个放在投资银行家身上 其实也是合适的 对吧 不要看大家 这个工作这么高大上 对吧 就是说 我要发现你偷懒 我还是可以把你解雇 或者你能力不喜欢 我把你解雇 这个时候你就会丧失一个 非常高工资的工作 所以这样也是一个惩罚 所以这个逻辑上有一点 见记 但是道理是一样的 就是我不是罚你的钱 我是让你丧失一份 有非常高工资的工作 这个对你来说 有非常大的惩罚 对吧 所以这个是有道理的 因为我为什么老挤投资行的意思 因为我 对吧 我家里的人在这投资行工作 所以我很了解他们这些 乱七八糟 对吧 就是 你比如说你离开投资行 想要去找一个 跟这个工资相当的工作 这非常困难的 就有很多人是 想来想去都没有办法 离开这个行业 就是他是 他没有办法去找一个 相当的工作 对吧 相当的 所以这个 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 所以 现在大家觉得这个行业很好 你到了以后你就知道 所以这里边 高工资是要供人保住工作 激励他 努力工作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高工资会带来一个失业 对吧 大家知道 如果所有的投资行都给很高的工资 那就会有很多人都愿意到这个行业工作 那有一些愿意来的 他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份工作 因为这个工资过高 过多的人竞争 少量的这个高工资的工作 那就还带来一个问题 如果你离开这个岗位以后 你如果还希望找这么高工资的工作 就是要失业 失业的概率 一定的概率存在 就像我刚才讲的 你离开这个行业 想要找同样高工资工作 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 这个有点像马克思讲的 失业者储备大军的这个思想 就是说 资本家剥削工人 为什么能够成功 马克思的分析就是因为 他们还有一个大量的 找不到工作的群体存在 这个群体就压迫这些资本家 能够剥削工人 他讲的这个逻辑本质上是对的 只不过他用了一个 我们叫规范经济学的概念 就是说这是一个剥削 但可能不见得我们要去这么理解 但是从一个 实证的角度 他这个讲法并没有错误 也没有错 好 我们最后有一个讨论题 因为无数的同学说 我们没有讨论过 所以我们今天就专门要留时间 来给大家讨论一下 所以这个就还是说 我们讲了 前面讲了这么多种失业的理论 如果大家回顾一下 就是从摩擦性失业 对吧 到结构性失业 我们讲的结构性失业里边 又讲了最低工资法工会 然后效率工资有若干条 所以大家想一想 在中国当前的情况下 当然我们还有一类失业 没有讨论 就是周期性失业 就是如果由于经济的不景气 对吧 短期失去工作 这种情况 没有讨论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就是中国的失业问题 是在以上几种理论里边 简单来说 你觉得哪些理论可以解释中国 根据你的观察 对吧 中国的失业 底下这个我先不让大家 不让大家看也行 你就看上面这个问题 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我待会儿找几个同学 我们来发表一些看法 那我们找一两个同学来说一下 我刚才发奖状的时候 我就记住了一个同学的名字 因为他来晚了 何盛凯同学你说一下 我还真记住你名字了 但是你说这个不是失业吗 但是你说这个不是失业吗 你觉得 对 属于我们这里边 你觉得哪个理论能解释呢 你可能说也套用不了 但是 如果你能找到这个理论 我觉得 比如说怎么来解决个问题 可能就有帮助 没有是吧 行你请坐 我觉得你其实第一个 我觉得其实就可以解释 我觉得 因为这摩擦系 就是你找工作 你老换工作过程当中的事业 对吧 实际上是可以 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 还有其他 我看其他同学 我的名字都没记住 就唯一能记住一个 迟到的同学 其他我们随便找个同学 或者有没有同学 自己愿意说一说的 你看给大家机会 大家又不珍惜 对吧 谁在调整文件上写的 还要讨论问题的 没人敢说话了 哪个同学 第一排吧 你说说行吗 你刚才是最后一排 我觉得因为 首先我们国家的事业的 一个数据有点丰富 因为我已经可能回到前面 是比较好 就我自己 从一个新闻关系的情况来说的话 可能还是比较严重 因为有很多大学生 因为想找不到 就本分是业以后都会去输业 很大成功 找个工作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就属于 模擦性事业 因为现在很多人 因为现在其实竞争性 劳动的市场 从竞争性是比较强 很多人在找工作 所以工作就会压得比较 你说季节性是吗 季节性 然后所以我们要 当然其实是找工作 就可能找到那种 适合自己的专业 待遇性比较好 工作就比较高的工作 所以他们会成的 然后在等于什么 就是这里 资本的 所以我会去 所以你主要指的是 还是谋杀性失业 而且主要是大学生的 在这个问题我也没研究过 我不知道有多严重 反正报纸上确实也有些报道 大学生找不到工作 但我觉得清华人可能都还好 好 这个问题大概我觉得 就是在中国情况下 我觉得可能 确实大家觉得第一种情况比较多 我自己也是这么觉得的 因为这几条 其实我们刚才也讲了 像这一条 其实有可能会带来 这个事业 但是其实确实不太好衡量 不太好衡量 你说这个投资银行工资高 是不是带来失业 确实不是特别好衡量 然后这两条呢 最低工资在中国有 但是呢 很多时候我们一些 搞劳动进去的老师 他们都觉得这个执行的 特别不严格 就是所以 这种情况下并不是特别的 典型 对吧 至少这么说 也有人去研究 有人去研究 最低工资变化 会不会引起失业 我知道有人去做这个研究 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 特别明确的结论 这个工会我们就不提了 对吧 在中国基本上 个别的案例可能会有 所以这个会比较多一点 那这个呢 我其实觉得 如果仔细想 其实可以分成两种 比较典型的情况 包括刚才那个 和申凯讲的这个 一个就是这种 城乡流动带来的 对吧 就他说临时工这个 其实就是很多 就是由于中国这个二元经济 大家都知道 对吧 农民工到城里 对吧 他缺乏各种保障 而且他人生地不熟 对吧 一个四川的小姑娘 可能十五六岁 就离开家 对吧 到广东 到深圳 或者到东莞 这些地方 对吧 可能 我没有任何隐藏的含义 可能就是打工 对吧 他可能有一些老乡 对吧 但是也有可能 一些老乡能帮助他 但是有可能 这个帮助是暂时的 他可能觉得这工作不合适 对吧 工资太低 或者由于他自己的一些想法 对吧 年轻人想法也比较多 对吧 大家可以看很多书 对吧 有本书叫打工女孩 对吧 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 这个是一个美籍华人写的 这打字写错了 可以去看这个 这是一个美籍华人 一个女性作家写的 还是写的不错的 它是即时性的 所以我非常奇怪 中国很多非常典型的现象 中国自己的人好像不怎么去写 都是要去看外国人写的 他就讲这些故事 所以这一个是这种 对吧 就是城乡流动 由于劳动力市场的摩擦性 对吧 这种摩擦性 各种各样的原因 这个毕竟中国的农村 还有大量的人口 对吧 这是一类 另外一个其实其实觉得 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出现过的 就是这个所有制之间 对吧 国有 和非国有 对吧 但这个不是那么严格 但是我觉得也可以考虑 比如说下岗 对吧 这有写错了 其实这一类也是一大类的 就是会带来摩擦性事业 对吧 原来国有企业的工人 下岗 对吧 所以这个这是 我是如果说有摩擦性事业 这两类是比较典型 刚才这个大学生讲的 这个有点道理 但是我刚才也说了 我不是特别有把握 这个大学生有多大的比例 因为肯定还是会有 相当一部分 我个人觉得比较典型 是这两种情况 那么这个实际上 摩擦性事业 我们可以还讲一个观点 其实它跟周期性事业 是有联系的 所以这两类事业 并不是完全能分开 大家想一下 对不对 就是说你这个经济不景气以后 可能有些人会离开工作岗位 那么这些人可能将来 再找工作的时候呢 他又会出现一个 摩擦性事业的状况 对吧 所以这两个不是 非常容易的区分 我甚至觉得 其实所有的这些原因 跟周期性事业 都可以连在一起 比如说效率工资 对吧 就假设投资银行 对吧 银行界突然出现金融危机 解雇了很多人 那这些人找不到工作的原因 肯定是周期性事业 但是其实有一部分原因 也是有效率工资 因为如果这些人 愿意去扫大街的话 估计会有工作 对吧 但是他们肯定不愿意去扫大街 对吧 所以严格来说 所有的周期性事业 都和前面讲的原因 都有关联 包括最低工资法 对吧 如果这个企业突然解雇了 一大批 非熟练劳动力 那么其实完全是 有可能由于最低工资 它会带来周期性事业 对吧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 特别的去 把这个两类原因分开 因为这两类原因 实际上连在一起的 不过说周期性来了以后 这些原因带来的事业 会更多一些 对吧 那其实如果没有周期性的话 这些原因仍然存在 周期性可能会加剧这些原因 所以这个区分 并不是特别的有意义 所以关键还是理解 这其中的 这前面几个根本性的原因 所以书上讲的 也比较有技巧 他也没说这些一定是 不能解释周期性事业 所以想来想去 这个概念还是非常有用的 就这底下的几个 有时候都不是特别好分析 对吧 那实际上在西方国家 也是主要是谈论 摩擦性事业会比较多一点 有的经济学认为 就这第一个是重要的 其他的 他们有的人都不承认 所以在中国也是类似 对吧 中国这个城乡之间的转移 和国有和非国有之间的转移 都会带来一些 这种 我们可以称之为 叫摩擦性事业 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 我们下面还有一些具体的 可能更具体的 帮助大家讨论 对吧 其实刚才已经讲了一些了 讲了一些了 这个劳动合同法 大家不知道了解不了解 我们在案例里边也放了这个例子 在这个网上也放了这个例子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这个劳动动作战争 刚才其实我已经提到了 那么一些不到年龄的职工 被强制下岗 对吧 这个刚才其实也基本提到了 这种摩擦性 可能到摩擦人事业 城市劳动力流动增加 工作后再读书 很多人对吧 工作一段时间上MBA 对吧 或者上个MBA 这种情况 一些高薪阶层夫妻 一方选择不就业 这里边有些是衡量问题 对吧 比如说你高薪夫妻 选择不就业 这个 你很难说他是事业 对吧 大家可以 比如说劳动合同法怎么影响 大家想想 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我们再找一个同学 待会儿找个同学来说一下 这几条你都可以去分析 好吧 这劳动合同法 这个可能要说清楚 稍微要花一点时间 大家想一想 就不知道大家了解 不要了 劳动合同法是说 现在也在讨论 包括楼继伟 大家都财政部长 他也在一个劲了 攻击这个劳动合同法 说这个法律过于的死板 对吧 他的意思是什么 可能大家不了解 就是说 原来是说你随便签合同 对吧 这个企业 比如说清华 我们以清华为例 清华是三年一签合同 所有老师 包括郑教授 就是 但现在有所谓的 Tender制度以后要再改 但是现在实际上 还没有完全改到位 所以我们还是要三年 要签一次合同 它的含义是什么 原来是随便签 比如说张三 工作三年 合同到期了 我下一个三年 可以不签你 我没有任何理由 我就说 我就不签你了 因为你合同到期了 对吧 我们双方和平解散 对吧 那现在这个 劳动合同法规定是说 你只能 对这种情况 你只能签两个三年 如果说第三个三年了 你对张三说 我还要雇你 张三就有权利提出来说 你必须给我签 无固定期限合同 就是 你不能告诉我三年 你告诉我三年是违法的 我要求你给我签 相当于是无限长时间 当然无限长时间的前提是说 这工人不犯错误 如果你工人毁坏企业 或者是造成严重的 这个事故 那么当然企业在合同里 可以说我要解雇你 但如果说没有任何正常的理由 就不能被解雇 对吧 就是 必须要找到合理的理由 才能解雇一个 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工人 但是在原来的情况下 我不需要任何理由 对吧 三年到期 我就直接把你解雇 那这样可能有什么好处呢 我可以再找便宜的工人 对吧 三年以后我要给你涨工资了 我不愿意给你涨 我再换一些 对吧 其实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这样的情况下 会带来什么结果 大家思考一下 会不会增加失业 还是减少失业 我们可以讨论一分钟 你说一说 你可以不一定讲第一个 也可以讲第一个 都可以 他就是第一个 我觉得他增加了职业力 增加了职业力 为什么呢 增加职业力 因为我觉得他 就像是说那个 就是这种人 如果有期限合同时 是他一直到退休之前都要工作时 嗯 如果他到退休之前都要工作 也就是说他这个工作就没有人能够代替他这个工作 然后他中间反而说 反而说 这算是那一失业力 他是反而几周之内也算失业 嗯 比如说那个 有一段空余的时间是 他在工作 然后别人在找工作 这样一种 这样过程就没有了 所以说他这样 失业力就提高了 那我觉得你说的应该下降了 就是因为他 无固定期限的话 他就不需要再去找工作了 对 他就不需要再去找工作了 那就实际上应该是 失业力下降了 你觉得呢 我觉得他那个失业风险 他不是降低了 对啊 那就应该是减少 就是说你说那些 没有在工作的人 他们就没有机会 再进入到劳动力市场 是这个意思吧 对 其实挺高了 但是其他人是大多数 但是一个人 嗯 你说的这个有道理 虽然我觉得你没有完全说清楚 就是说 你考虑到有一部分工人 再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 由于有了这个固定期限合同 他就没有办法进入了 对吧 对 好你请坐 他说这个有道理啊 其实他可能讲 你没有想清楚 也没有说清楚 但是你讲的这个点还是有道理的 这是好多欧洲这种情况 年轻工人要罢工啊 就很多犹豫这个原因啊 就是年轻人 他年轻人找工作 他因为企业这种刚性合同 对吧 可能短时间内没有办法 雇用工人 其实清华有这种情况啊 清华有一段时间 我们尽管学院说 我们招的人差不多了啊 我们暂时不要再招人啊 那实际上其实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 这些毕业生 他有可能就 再到我们学院来工作 就比较困难啊 出院过这种情况 所以他讲这个是有道理的 但是你是从 另外的人啊 不是从这个 进入这个合同期的 这些人来考虑 如果我们假定所有人 都已经进入到这个合同期了 可能就跟你的考虑不一样 再找一个同学来说一下 如果按照这个方法 就得再找一个 什么什么学号了 好 好 第三班女同学 还不错 我觉得是增加的 就是对雇员来说 如果千万证 无固定实现的合同 千万证不要那么努力工作 但是又不到那种 会被解雇的程度 是比较有利的 然后副主就会知道这种情况 他可能就会选择不去签这种合同 然后所以他可能会增加一些短期的 或者说中长期的事业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是 他可能会提供一些绩效工资 然后但是这种情况下 他就会造成中长期的事业 你请坐 这个讲的基本能讲到这个点上 但是其实这个 我就稍微说一下 就是其实这个不一定 我觉得我的答案是 首先是说 体液就会改变它的机力 对吧 它会在第三个聘机前 就把这个人解雇了 因为这样他避免进入到第三个聘机 去给他这个无辜地限合同 对吧 他可能第二个聘机结束以后就把你解雇了 对吧 所以他不给你欠第三个聘机 对吧 那这就带来一个失业率增加 就是说他明明可以长期雇佣你 但是他缩短了你的雇佣期限 对吧 那另外一种情况呢 就是其实你要考虑到 可能有一些工人企业真的是不愿意解雇 对吧 比如说这个人在清华干得非常好 对吧 很充色 能力很强 那对于这样一些工人来讲 他其实就更有保障了 因为企业即便是说 他不愿意签这第三个聘机 考虑到这个人确实非常能干 还是给他签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这个人的工作显然就非常有保障 对吧 他不会面临失业 所以我觉得这个分别就在于 这个工人本身的一个表现 或者他的素质会直接影响到 他是会被长期雇佣还是短期雇佣 如果他被选择企业 被选择他进行短期雇佣的话 他的失业率会增加 因为他没有办法进入第三个聘机 如果企业愿意选择他 长期雇佣他的话 他的这个失业率会下降 所以这个答案是不确定的 好 我们今天你看 很讨论非常费时间 大家都看出来了 我们先休一会儿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休息五分钟